刚才说到他们试试用半桶水对光的认识 想解释辐游的效果,解释为何会发生,以及应该会估计成什么 他们估计了一些predictions,谁知道错了 错了,真正看到的东西,我了多了几项的 你看到右边那里,大家填一些洞洞 其实只不过是他们估计的,完全相反 例如一开始他们发现完全没有timelapse 你照光下去,要不就立刻有电,要不就一世都没有电 因为我们发现第二个observation 当你用的frequency,小过某一个,我们叫做flash sold frequency 的东西,通常它的symbol都是F0 如果不过这个frequency,你等一世都不会有热力藏弹出来 那就是说,他们以前对光的认识有点错 因为一直都过得光是决定种类的 你什么光都是transfer energy 那我的frequency高低没什么所谓 但不是,就是有所谓 你看看第三个observation 如果你不转frequency 好了,我升intensity,我较光一点 对,你会有多些current 但是,那些electrons的ke 没有变得 那些electrons是会有快有慢的 但是,最最最最最最最高 这个字,待会有空说 他们最高的ke是,不会因为光了 所以就大了,那就头痛了 因为,想不到 他们完全不明白,为什么frequency 会有影响 因为你以前学,Wave只有V还是Fλ 那条色,将Wave Speed Wave Length Frequency,连续在一起 但是,现在不知为什么frequency 会搞到energy 那,我将这件事在上面画一画出来 左手边那幅图是Wave Model 现在,你记住了 其实是错的 这样,然后画一画右边 他们现在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这件事 你想一想 有一天 你遇到一块metal 4个EV的work function 然后就照点光下去 你想一想 我刚才说4EV是一个很少很少的energy 所以才用EV 那,如果我照点光下去 红色也好 我照蓝色也好 你猜一下 红色和蓝色 可不可以 给到4个EV 一定可以的 你一是调光点 你调光点 不调光点 你等久一点 所以,你理论上 你红色也好 你蓝色也好 一定会过到4个EV 例如 我当现在的红色 在供应10个EV 我当我的蓝色 又在供应10个EV 只不过 你如果做个实验出来 你会发现 原来红色那个 是没有东西看的 但是蓝色那个 有东西看的 那我们解不通 为什么这个frequency 会影响了 那个结果 最后哪一个解释了 就是 你解不了不要紧 因为 如果你解到的话 你就做了 爱因斯坦 就是Einstein Einstein Einstein 就不是完完全全 创造了 那个 新的idea出来的 其实他都用了 另一个人的idea 不过 somehow他解释了 整个故事 你幻想一下 那个situation 你不要理photon 不要理metal 你当你去买杯雪糕 如果你要买杯雪糕的话 一杯雪糕4元 那我10元应该是够比的嘛 10元应该是 买得到一杯雪糕回来的嘛 那有什么情况 10元 买不到4元的雪糕呢 那 爱因斯坦就说 如果你把那4 不是你把那10元 切开了 1 2 3 4 5 你真的太好人了 有5个小朋友想吃雪糕 你把10元分了给5个小朋友 跟他说 那你去买雪糕啦 每人会得到2元 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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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5个人在我哭 5个人全部去 买雪糕 每个人都说 不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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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人全部打了回来 但是 如果你不要那么拼开 拿着那10元 我都是自私吃 我找我和我朋友 一人拿着5元 跟着每人去买杯4元的雪糕 那就每人买到杯雪糕 之余 还有钱找啦 这就是Einstein说的 很简单 Einstein做了一个 他解释这个时候 他用了一个 我们叫做 Photon Model Model Op Light 强调一下 其实Photon Model 不是完全全100% 画Light 那是错的 因为如果你用Light 画错的 那会又不能够数 他纯粹是说 你以前的脑可能是想 我一支电筒 发光 我记得画光出来 你画一支 continuous wave 你画一支 transverse wave 只不过现在是 如果我有一支电筒 照光出来 Instead of一个完整的Wave 其实你的Wave 是 斩开了一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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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Wave 甚至 有时候会用到 字叫做Wave Packet 这里每一支 就是一个 Photon 所以 它最错的字 不是你把Light 当作Wave 而是你当作是 continuous 的东西 Light 应该是 一些 Discrete 的 Photons 砌出来的 其实很容易理解 你想想看 一杯水的时候 水是不是continuous 一滴切开 半滴 半滴 半滴再切开 好像可以无限切下去 但是 大家都知道 现在 2019年 大家都知道 水里面是有些 叫做水 molecule 的东西 你每一粒 Water molecule 都是H2O fixed 没得变的 只不过 你的Water molecule 太小 所以你看不到 现在的故事就差不多 现在就是 你的光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连续的 你微波炉灯的 你可以一秒 传送Energy 2秒 传送更加多Energy 3秒 传送更加多Energy 然后我可以把Energy 调教到任何一个数值 但其实不是 它都在里面 切开了一个最小的Unit 那个就是Photon 甚至 你再 再现代一点的想法 人人都会使用电脑 我用电脑画 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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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条直线 是Continuous 不是的 我的直线里面 是一粒粒Pixel 砌出来的 如果我双条直线 加长一点 其实我不是可以 任何link都选得到 我最少都要加长 一个Pixel 大概是这样的idea 安生就说 光是一个 Extreme of discrete Photons 然后呢 每一粒Photon 好像水那样 水呢 每一粒都没有变 你在厕所找 和在水里找 都是一样的了 它现在就说 每一个Photon 都是fix了 Energy 不过今次不像水 不是道道的Photon 而是它要用 这条色去决定 E等于Hf H是一个Constant Planck's constant 6.630 to power-34 那它说 这个就是每一个Photon的Energy 其实这条色不是真的 它射出来的 它射出来的 不过先当下 这条色 就让你看到 越高frequency 的Energy 越大 上面呢 蓝色的frequency 是高一点的嘛 红色的frequency 是低一点的嘛 所以红色 就会把Energy 剃碎一点 蓝色 就会把Energy 剃得没那么碎 不过我的2和5都是作的 你真正是多少自己计算 这个Hf 就比你计算到Photon的Energy 有多少 还有提醒 Hf 通常我们考真试 都Hc over Lambda C是Wave Speed Lambda是Wave Link 这样计算Photon的Energy 总之 你有这条Equation 那你就可以做三样东西 你可以写三个condition出来 就是 Hf 可能会 不够5那么大 可能会和5一样大 可能会大过5 但是 它刚好得那么巧 和Wave Function 差不多大小的 所以 如果它不幸地 例如 你红色光不幸地 小Wave Function 没有了 这小子都没有Energy 就是每个小朋友 拿着2元 去买4元的雪糕 你找100个小朋友 都是买不到雪糕的 但是 如果你的Hf 刚好去到Wave Function 一样那么大 你就会有Energy 放出来 但是 它们没有K 因为你给的Energy 刚好好 只是抵消到它们的Energy I mean 只是抵消到Wave Function 到最后 如果你的Hf 大过Function 就是抵消到Wave Function 所以 就会有 是因为 你看到上面 上面这里 我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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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